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帅和导演刘海哥都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学 他们这是在拍摄自己的期末作品 不过显然两人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 而同剧组的也大多是他们的同学 有录音师女主和场季美姐 其中女主是大有来头 她虽然是刚刚转学到这所学校 但没有人敢小看她 因为她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导演 在业内很有威望 转过天学校的大会上 教授哥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年一度的西区客客奖马上要平奖了 同学们一听都很兴奋 这个可是悬疑恐怖类电影最高的奖项 谁要是能得了 那绝对可以飞黄腾达 女主小帅和刘海哥都想得这个奖 但最有力的争夺者 却是他们的大四学长深诚哥 深诚哥当年凭借着一部小成本纪录片 寄今次作 被称为未来的天才导演 最近他正在潜心创作 想必一定会带来一部旷世奇作 当天的晚上 女主一个人下了自习 往宿舍走去 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说可以带女主一段路 而这个女警察不是别人 正是第一步中打伤凶手真真的胖姐 当时看她是身负重伤 以为是挂了 没想到现在又是生龙活虎了 原来当年胖姐不满意学校隐瞒真相 愤然辞职 又转到了这所学校当起了警察 女主说自己很想参赛 但缺乏好的选题 胖姐一听压低了声音 将发生在上一部的故事讲给了女主听 女主没有当回事 但忽然想到拍摄类似的都市传说 也许会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是说干就干 转过天 女主就找到了教授哥 报了自己的选题 画面一转 在酒吧里 生成哥正和一个长发女孩喝酒聊天 长发女孩显然是想要追求生成哥 但生成哥却说自己要剪片子 没空和你在这里逗梦子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长发女吵了个没趣暗自伤神 刘海哥嫉妒生成哥的女人缘 一看她走了 赶紧就上前去搭讪 但长发女却对她没有一点的兴趣 起身就走了 但此刻长发女感觉脑子里昏沉沉的 原来是刘海哥悄悄的在酒里下了药 长发女是坚持着来到了洗衣间 想拿回自己的衣服 不料却被人从身后打晕 等她醒来时发现 自己浑身赤裸的躺在装满冰块的浴缸里 再看身上很长的一道伤口 熟悉这个套路的都应该知道 这是遇到坏人偷肾了 果然不一会儿 一个戴着面罩的黑衣人出现 结果了长发女的性命 转过天长发女横石街头的新闻就传遍了整个校园 大家感到害怕的同时 更多的是对此类新闻的猎奇心 而女主却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工拍摄 他找到了小帅和他的朋友大黑小卷毛帮忙 还有幸的获得了深诚哥的帮助 深诚哥让他的好朋友资深摄影师大飞帮忙 但拍摄刚一开始 刘海哥就怒气冲冲的找到了女主 说他剽窃自己的创意 女主不想再理会刘海哥的无理纠缠 认真地拍摄完了第一场戏 然而转过天 女主又听到了一个噩耗 深诚哥竟然自杀了 据说此前他刚刚得到消息 自己的作品落选西区柯柯奖的出品 这对兴高气傲的深诚哥 确实是巨大的打击 而女主也很伤心 深诚哥可是他的偶像 接着女主来到了剪片时 看起了深诚哥的参赛影片 却感觉大跌眼镜 这片子确实很平庸 也许是深诚哥将狼才尽 接下来的几天 女主继续拍摄自己的都市传说系列 而她的这一创意已经入围 晚上女主召集小伙伴 录恐怖的尖叫声 结果却听到录音结束后 又传来了一声惨叫 她的设备很敏感 知道这不是空穴来风 赶紧循着声音的方向去找 却只在走廊的地面 发现了一滩血迹 女主赶紧找到了监控室 而胖姐恰好在这里值班 结果画面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清 女主想借录像带看一下 胖姐也同意了 结果女主在剪片时详细的查看时 无意中看到一个 戴着基建面具的杀人狂 将摄影师大飞给砸死 然后拖走了 但去了哪里监控却看不到 女主让胖姐赶紧报警调查此事 胖姐却说 这肯定是学生们的恶作剧 不予理会 由于大飞不是本地人 女主也不了解她的详情 于是就想到生辰哥的工作室 找找线索 结果一进门 居然看到了生辰哥 女主快吓傻了 对方赶紧解释 说自己是生辰哥的双胞胎弟弟生辰弟 他也是来这里 缅怀亲哥哥的 而且他感觉 自己哥哥的自杀 有很多疑点 不过两人接下来 没怎么聊生辰哥 而是开始没来眼去 没几天 竟然就滚床单了 呃 好吧 开心就好啊 另一边 女主拍的都市传说 开始每拍一集 就死一个人 死的 还都是他剧组的工作人员 而死因看起来 都是意外 什么被垫死 被灯砸死 被道具火车撞死什么的 但女主前妻 抵固着谈恋爱 等死了三个以后 才开始重视了起来 抛开中间的狗血分析 女主最终认定 是刘海哥 嫉妒自己的才华 所以想制造意外 杀死他剧组的人 让他的作品 没法得奖 所以女主和生辰弟 一商量 就将刘海哥给绑架了 逼着他去认罪服法 这时估计 编辑也觉得 自己的做法 有点过分了 所以他直接 让真正的凶手现身了 而此人就是教授哥 然后教授哥 拿着把破枪 开始揭露真相 教授哥说自己 在学生时代 曾经是一个 很有才华的新秀导演 本来自己的作品 可以获得西区柯柯奖 但到了最后 一个专家投票的环节 自己因一票之差 名落孙山 而差的这一票 就是女主的爸爸 教授哥 一直将这个恨 压在心底 直到去年 女主转学到了这里 教授哥想报复 女主的爸爸 也想借机 获得西区柯柯奖 于是他悄悄地 换掉了生辰哥的作品 然后杀掉了生辰哥 伪装成了自杀的场景 接着又利用都市传说 杀掉了女主剧组的人员 消灭掉最后一个竞争对手 这样他就可以 用生辰哥的作品去参赛了 今天他就是要把 女主和刘海哥一网打尽 但结果可想而知 正义再次战胜了邪恶 在关键时刻 上一集发挥重要作用的胖姐 再次挺身而出 帮助女主干掉了教授哥 女主最终获得了西区柯柯奖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不怎么样的续作 套路基本都猜得到 远没有第一部里的 悬疑惊悚的感觉 谈逗逼味十足 不过这个系列 居然还有第三集 本着有始有终的原则 涛哥还是给大家讲完好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